老師你好,我是1930 請問你,我現在在北方,我是種台東亞 我現在台東亞用起來,我想要打雞塞南歐肥 要種飼館,請問如何用 這裡的問題就是,我如果要種冬天的餵 它跟冬天的病重害房子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老師,我想請問你,你什麼時候有吃飯? 我想過去找你,你上次沒有回答我 這個時間還會擺出來 還有一些問題,想請問你 這個時間,一個確定之後,我隨意跟你說 好,麻煩老師 我們如果說,這個就比較不好意思 好,謝謝 來,這個部分,當然我們非常歡迎 我們所有的空中好朋友 如果說有時間,就可以來電台坐坐 我們現在這個,可能會擺一些 當地板的這個時間 可能要把這個時間擺出來 那是說,我們聽眾朋友沒有去掩 要來電台上,幫他開工一下 算說有時候,在這個書院裡面在問 雖然沒有什麼,很多好朋友說是沒有聲 我們說真的,說坦白的,沒有聲 沒有聲,但是說話緊張 這個比較適合,這有時候就是沒有習慣 我們不是這塊肉在卡 因為這個國寶寺三種有時候 在這個財皮管理裡面 遇到這個問題,多少問問 我是覺得說,大家可以盡量 不用客氣 如果說,在這個比較緊張 多卡整個 多卡整個,不一定要問問題 有時候跟我們聽眾朋友說一個問號 還是怎樣 這都可以相當的一個歡迎 我們這個在 為電台,既然說到這個當地的 我們電台的老卡 這7月1號開始 國歷七月一號開始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正式對話的一個營業 但是我們有一個活動 就是從7月1號開始 一直到國歷七月三十一 這個時間呢 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是有來電台這個時候 有來這裡買東西 這來比較有 有時候你如果是說,剛好 來,來跟我們大大走走 讓我們電台 可以放到我們聽眾朋友的福氣 來增加我們的公菜 讓這個店的 可以當這個門匙 比較熱視淡薄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是說 在這個時間 來我們電台消費 就是說在老卡這家 這幾個月而已 我們會送你這個 一包三炒大埔 五屁爭的 這很實用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做工作 我們不用那邊玩那邊聽 你說吃藥啊 是怎樣 當然要嚴重 一定要去看醫生 如果是說剛開始稍微看 是不是 我們就 稍微把這種症疼 又不少 摸摸一下 這樣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讓我們可以感到 比較舒服淡薄 最主要是緩解不舒服 如果是正經 如果是說 不太好 要趕快去找醫生 在台灣 我們很方便 我們有簡報 跟我們付出很多 這個八字 說我們挑戰朋友 要半時間出來 這樣 好 所以七月一號到這個國力 七月一號到七月底 七月三十一號 你可以來電台消費 在FB 臉書打卡按讚 這是我們電台 這是我們電台 如果是說我不會用 不會用 我們電台妹妹 就要幫你擦 我們就送你一包 這個山草大寶 有的 這不是什麼 很貴重的這個東西 電台在送 絕對不會送你選酒 珍珠買樂 這種我們都沒有在送 我們就送一些 這個實用的這個東西 我相信 這應該對我們好朋友來說 應該還算 我們說該立法院的送 有一點的這個實用性 如果是說不去暗 就等這個時間裡面 剛好有回電台這邊過來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這個 這個共同好朋友 在這個時候 你就不用拍攝 利用這個時間 如果是說剛好 就來我們電台 跟我們走走走走走 這樣七月一號到七月三十一 好 這個剛才我們好朋友的 這個問題 在說到這個 寬人 如果是說要種這個辣椒 寬人 因為我們辣椒 其實是比較適合 在這個 比較溫暖的一個 這個氣候 所以呢 基本上 他應該 在我們 如果是說 算溫度 不要這樣 假 因為太多 假的 所以通常 在台灣來說 我們在種 有時候 你光顧得好 只要寬人 不要太冷 甚至這個時間 會不會很久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說 在這個辣椒 寬人在種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它的這個 溫度的效應 什麼叫做 溫度的效應 就是說 因為這個比較冷 所以在這個 觀光裡面 我們特別要稍微注意到 因為它那個 天氣 溫度較低 溫度較低的辣椒 很容易 因為低溫 它就更容易 有些缺蓋缺膨 的這個問題 尤其缺膨 這個通常 是在這裏面 尤其在在財 的時候 稍微要來 注意 但是就是說 因為溫度 如果太多 辣椒的三量 通常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在種 尽量就是說 要三過 在那個時間 所以呢 在我們這邊 通常 你看 每一年辣椒 較好多 這個時間通常 就是為9月 國立的一個 9月 9月 10月11月 這三個月 這三個月 因為 剛好進場 漏雨 天氣還會比較涼淡 所以通常 在這個時間 裡面 比較好 再來就是 4月到5月 4月到5月 就是說因為 進場冷 所以4月到5月 這時候 這個三量 都會比較低 所以一般 就是10月11月 4月這三個月 辣椒的三量 比較低 所以我們如果 有一部分 這個食肆 如果要去製 辣椒 你就是可以 捏這個時間 捏這個時間 比如說10月到11月 高溫 高溪 還有這個風態 所以通常 這時候 當然是不好 症 病害比較多 那4月 這個美育季節 這個病害 也比較嚴重 還有加上去進行 這個激溫 所以 稍微看我們 如果是有一個 適合的食肥 就可以減少這部分 的一個孫子 所以在這個觀光 裡面 最主要就是 走這個激溫 所以我們在這個 加肥 加里脂的 使用 這就是相當的 這個重要 因為這個咖 在這方面來說 對它 是相當的 這個要緊 所以 我們在這個 材廳裡面 如果是說這個辣椒 在寒冷 通常都溫度 你如果是說 低於25度 它的酸量就比較壞 所以要做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 稍微來解決 注意一下 我們一般 就是說 在我們中南部 從八月以後來做 都沒有問題 就是說 這個冷 雖然冷 但是呢 這個辣椒是 還有辦法來解決 認受 只是說你的酸量 可能會比較多淡 所以 應該是 不要太小 來觀購 所以 我們大概就是 從八月到二月 這個時間 那如果北部 可能 這個寒冷 他們就真的 倒不掉 在我們中南部 也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說 你在北平鄉 稍來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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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比較好 我們在暗爭的時候 就是都希望說 這個辣椒最少的 可以我們四個月 正月後開始 可以連刷 我們四個月 如果我們沒有四個月 這個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說 它的一個 這個量 比較不夠 量比較不夠 就是剛好過 有時候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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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希望朋友 要稍來 幫他拆這個時間 這個材料 差不多 辣椒 通常就是要五半月 三半 運動 一五月到五半月 通常 這個時間 是最好的 這個材料 我們在這個時間來種 所以通常 差不多就是五六片 蝙蝠這裡 比較大一項 我們雖然 不能太慢 更慢 它的材料 就比較容易老化 不過在看人 如果你是種 比較慢一點 這個材料 可以讓你比較熟一點 雖然會去影響到山龍 但是 它比較熟 因為那時候運動多 所以你在觀購 就比較容易 就是說 比較不會說去針下去的時候 很難去觀購 所以這有時候時間上 我們一定要 稍微來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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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概是我們去遇到 就是說 在這方面來說 你可以這樣 來幫他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基本上 應該是要去 將來的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 那是說 在這種 寒冷這水 比較涼的這個時候 這個 熱變寒 熱變熱 這個中間 在辣椒 可能就是這個白粉 這個白粉 在我們 正常的天氣裡面 它是沒有什麼樣的 一個問題 但是呢 這個熱變寒 熱的時候 這種白粉白 它的白粉病 就很容易來幫他散生 所以這個可能 在寒冷的時候 要稍微來幫他 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 是比較涼的時 有這個 白粉病 白粉病 鋪媚靈 福多寧 衣服同 這稍微做一個 處理 這在比較涼的時 比較涼的時 這個白粉病 這部分 就比較容易 來幫他散生 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 和白粉病很一樣的 這種 叫做 菌核病 基本上 他們這兩下的 這個病原 還蠻類似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白粉病的 一個病原 和這個 菌核病 是很一樣的 所以 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時間 要稍微注意 各人 或是遇到 濕氣 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散生 這種的 一個病 所以 風疵的方式 都是一樣 普美靈 胡多靈 與普通 在我們這個 濕氣 冬 在寒冷的時候 在病害 可能就是這個 最麻煩 這很難處理 所以一定要 提高警覺 這大概在 辣椒 如果我們是 種比較涼 在比較涼的這個時間 可能這部分 這個問題比較多 那如果是說 開始在變稍微 因為你只有 種寒冷的時候 只在寒冷的時候 我們沒有在寒冷的時候 所以 如果是 剛好 比較多的時候 運動 如果是更高 尤其 如果是說 這個 寒冷不太冷 濕度 又很高 這個疫病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 所以這大概 我們去遇到一個問題 是這樣 所以你在這 辣椒的這個部分 稍微注意這個部分 來處理 另外一項 就是我們 聽見朋友在說 說 要種 再來要種 這個氣管 種氣管 你用蟹蟹 用蟹蟹 用蟹蟹 這可能 稍微蓋一下 然後讓它 找到一點 濕濕 既然是用蟹蟹 基本上 我們都是希望 差不多超過 一個月以上 蓋下去 這個蟹蟹蟹 一個月以上 比較來蒸 如果正經很冷 15天 基本的 絕對 不能低於15天 因為蟹蟹要在蟹蟹 稍微發一下 有的說 沒有肥 減少肥 不要緊 這個東西留在 這個蟹蟹蟹 它自然就會 省起來 它讓蟹蟹蟹 一些困難 稍微消耗一下 這樣 比較好 因為你用蟹蟹 你又用蟹蟹 用蟹蟹 一般我們現在都會用蟹蟹 說要用蟹蟹來灑蟹 比較適合這種作用 我們說的蟹蟹就是 青胺脂化解 所以 這個部分 要是青胺 青胺脂 這種東西 就是說 它是有毒性 這個水分 所以你在營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這種肥料 當然 它很長肥 所以在營一定 要很小肥 這個部分 比較容易營起 在這裏 在這裏 在營 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 你用蟹蟹之後 不可以去喝酒 有的說 這人一天 最好是人兩三天 這樣 掛手套 穿蟹 這大概是 我們必要的 這個部分 因為這種東西 有時候 讓人流汗 它是釣在手 這其實是一個 不可以說 太好的這個東西 但是 它也有這個油點 所以 基本上 我們是說 可以讓這個 歐肥 它的這個 纖維 這個 雞腿 這個肚子 這個發覺 這個速度 可以更快 因為這個有青胺脂 這個西恩 這個東西 這種東西 有毒性 所以這應該來說 可以稍微注意到 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聽衆兵 一定要 稍微注意 我們在用這種 歐肥 你一定要 十四日 要十四日 還有一個 就是說 用完之後 盡量 這個 中間就不要去訪問 因為差不多 最起碼 最起碼要十五天左右 我們希望說 最好時的 當有差不多 差不多 三禮拜過 兩三禮拜過 我們來接觸 比較進入那個地方 這樣 這樣是比較 比較好 因為這個有 沾 這個沾 這個皮層 也算是概念 所以你可能要 稍微來給他 這個注意 因為這個 它還有它的這個 鹼 它是一種比較緊性的 這個東西 所以你現在 材子剛進去的時候 注意看看一下 如果你原地的地 如果是已經比較緊性 你現在還用五肥 這個材子呢 很容易因為這個 鹼性 出現這個缺鐵性 方法 那個材子要沾起來 讓我什麼都正常 要沾就是變白 那不是黃 那真的是變成白色的 那真的是 要變白色的 一般來說 可能 如果是在六肥 就不能再用四十三 可能你要用四盒 甚至呢 有時候四盒也不夠 那還在四盒裡面 要加一點點的這個 紅咖哩 所以你在這方面的操作的時候 就是注意咖哩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火鍵 這個 它本身 對這個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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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到 1-3.5 這種的一個吸收的一個筆 所以這個咖的這個 這個水球量 最大的一個大 所以 我們一定要注意 這個 在六肥的時候 你就是要注意 因為你現在已經沾 已經打很重 你現在又把它 用這個四十三 這個 每片 這個 這個 這種刺鍋的那樣 都像鍋的那樣 那樣大 那如果是那麼大 這個鍋子 這對我們的造物 是不好處的 就說 尤其我們這個 這個鍋子 像過頭大條 落睡 躺症 白痕 這些鍋子 就都來 所以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稍微控制一下 這樣 控制一下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 我們處理的一個方式 我相信 這個大概可以做得很好 這讓你稍微來 知道 大概我們在這個廣告的部分 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